觀眾朋友你們知道我之前視頻有吃過的是那個鬼椒麵 哇那真的是辣的不行 就如果你是能吃辣的人還好 就你不能吃辣的話你吃那個就真的 哇太辣了 但是其實我稍微思考了一下 就是其實我們不能吃辣的人也是有一種解決方法的 因為我們之前吃的那個鬼椒麵 它是泡開然後加上辣椒香去給它拌嘛 但是那個麵的面積太大 所以你吃進嘴巴裡你要嚼它 然後當時那個辣椒香就已經充斥你的全部口腔了 所以你吃那個麵就會非常辣 所以如果我們吃的那個東西它面積非常小 你就直接放進嘴巴裡 就直接給它吃進去 一瞬間吞進去趁辣椒不注意 那麼它就不會辣到你 聽懂掌聲 鬼椒薯片 看下這薯片就跟之前鬼椒麵那是一樣的配方 今天我們繼續來挑戰吃完這五桶鬼椒薯片 證明我的分析是對的 好我們先來一桶一桶吃 哎呀 哇你敢相信它這薯片是黑色的 我剛一打開我以為是炭灰呢 給它倒出來 給你們看看這薯片的全部麵貌 嗯 聞起來挺香的 就那種很香的薯片味 一點辣味都聞不出 好現在我們來嘗試一下 它不辣 不辣 真的不辣 就跟我說的一樣 你只要快速在你嘴巴裡瞬間結束 趁辣椒不注意吞進裡面 不會感覺到啦 嗯很香 我吃了 吃完這個五桶不是太快想 就非常的香啦 它就不像鬼椒薯片那種純辣 怎麼突然感覺有點辣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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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它這怎麼跟鬼椒麵一樣 後勁這麼大 啊不辣 啊不辣 真的不辣 這完整個五桶不是太快想 啊辣 對不起很辣 我錯了 前面我說的話都是放屁 真的辣 但是也沒有那麼辣 就還好 就如果真的跟鬼椒麵對比的話 這個就沒有鬼椒麵那麼辣 不過我覺得它算辣 但它味道是好吃的 我感覺這五桶應該是挑戰不完的了 但是我們努力把這一盤全部吃掉好吧 相信我 我 我可以的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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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都感覺我嘴巴能噴出火了 最後一口 一口氣給它解掉 吃完了 吃完了 很辣 我嘴巴腫了吧 真的太辣了 我覺得這麼辣這麼香這麼好吃的薯片 還剩下四桶 有個歌詞 總結一下今天嘗試的這個鬼椒薯片 我覺得如果你們不能吃辣的話就千萬不要嘗試這個 但是如果你是那種很能吃辣 或者你又很想嘗試一下就這個東西它到底有多辣的人 我覺得你是可以去嘗試一下 這薯片它的味道是真的是好吃的就是跟正常薯片一樣很酥脆很香 但是它就是很辣 但是每個人他們對吃辣的那種標準又不一樣 就好像我在這邊點一個麻辣燙點中辣 但是在重慶那邊可能也只是微辣而已 就是如果你們是能吃辣的話又喜歡吃辣的話 我覺得你們是可以嘗試一下這個薯片 那麼今天視頻差不多就已經結束了 歡迎收看我的視頻 可以幫我訂閱我的頻道跟我的頻道轉發 我們下一節拜拜